哎朋友们咱们到这一刻 就是我们讲小学英语的提前学 各位我可能没有去给你们细分到每个年级 因为觉得没有太多必要 因为我跟大家讲过吧 小学我刚上一课 跟大家讲过这个思维 小学的东西什么最重要 就是为初中打基础最重要 初中打基础就是初中 如果你的英语想好 有哪几个点可以在小学完成 那么你们在小学时就去做 因为其实在小学的时候 没有任何升学压力 所以各位这一课 我就跟所有老师其实讲的都不一样 就是跟你们所有老师 比如说我在哪个年龄段要听说读写 我要养生什么思维 其实那些都不重要 各位因为那是学校里面给你安排的 你根本不需要找我 你找我那一点 就是其他老师没有讲的那一点 所以各位来第一个 第一个英语什么最重要 包括说英语如何稳定得到高分 就是各位家长一定想听的答案 怎么从自学逻辑去讲 第一个试卷我们拆分开 100分的卷子 各位我实话实讲 至少90分以上都是靠词汇 真的靠词汇 就是你孩子会 就是那个题他做不做的对 其实就简单 那个词汇认识和不认识 就是他那个句子翻译的出来 和翻译不出来 就是认识就做的对 不认识就做不对 所以千万大家不要去想什么语法问题 这样那样的都不是问题 所有的不管完行阅读单选 都是我认识我就填得进去 我不认识OK 我就填不进去 所以你的孩子大部分就是词汇问题而已 好吧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还有可能家长说语法重要吗 各位家长就一个点 语法这个东西呢 如果100分的卷子90分以上都靠词汇了 你想想多少分靠语法 很少 语法的东西我们就简单的讲 比如说你们讲语法填空里面 以后会遇到一些固定搭配 简单的语法的东西 都是老师上课会讲的 老师上课讲的东西 那就意味着 你不需要专门买一本语法书去研究 这个东西真的研究不透 各位 你去专门买一本语法书 你知道这个难度有多大吗 如果你们学校老师不是特别好 他可能那个语法 他都跟你讲不明白 学校老师为什么备课音语的东西 因为他自己都需要去把语法的东西消化一下 他需要举个例子 然后他再把文科的东西给你在课堂上跟你讲的明白 所以大家只需要去学会 课堂上老师讲的语法就可以了 如果不会的 你大概去网上能够 那个像bilibili上面 能够去搜一些简单的语法的课程去听一听 就可以了 一些老师的免费课程 你不需要专门买一本语法书 因为语法书你带到学校里面去 老师都不想跟你讲 因为那上面确实很复杂 因为你想真正的把英语的语法学透 除非你老师的水平真的很高 真的真的非常高 要不然很多都是从应试角度 咱们能有一些 比如说你就买一本书 其实对你来讲最重要的 其实就那几个点 孩子现在什么修那种那个时态啊 那些所有的东西 就时态 时态很重要 过去时将来时 等等现在完成时 都是这种东西 都是老师上课会讲 所以你不需要买语法书 这个大部分是智商税 好吧 那各位第二点 词汇我们拆分开就是课本 课本的课本东西 就是你们学校老师只是听写 听写东西 其实就是为了完成那个任务而已 这个不能够帮助你孩子考到高分 第二就是我们最最主要的 各位 我们直播间推荐过很多次啊 初中1500 我还有没有看到这个课 没有买初中1500的 一定要去我竹页橱窗去买 我的橱窗去买 叠变的初中1500 就是我那个抖音竹页橱窗 它有叠变的初中1500词汇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去买 这个人手一本啊 如果你还在小学 把那个初中1500倍玩 这就叫提前学 那你告诉我 对吧 孩子英语成绩要想好 很简单 认识的单词多 掌握同龄人没有的单词 你孩子 很多小学的同龄人 可能掌握550个单词 因为我记得小学的大高 好像是550个 就550个课内单词 你的孩子如果还被玩了 初中1500 其实初中1500 这本书上严格来讲 会有2500个单词 你的孩子比别人多 2500个词汇 它相当于具有了 初中生的词汇 他去考中考 他都能考 你还别说 他去跟小学龄的孩子去对 就是你其他孩子去对比 完全 就是你完全碾牙 各位 这就是我们讲 很重要一点提前学 第三个 就是高中3500 就是你孩子到高中 很多人才开始背 但我建议很多初中孩子 到初三的时候 成绩好都可以开始背了 所以很多都是 反正你永远走在 别人的前面 包括大学4,6级 我们直播间来过一个 各位跟大家讲过 大那个高中的时候 就是他其他课 什么都差 但他英语特别好 因为随便考130多140 大家知道 150的满分 高中能考130多140 就算还不错了 就985要单科水平了 他就是 他讲过一个点 就是他 他在高中的时候 他已经把大学4,6 4级的词汇背完了 相当于他会具有 接近9000个词汇 您的孩子可能 普通学生高中3千 都没背完 就是可能才2,3千个词汇 别人有9千个 包括说就背完了的 你也最多才5,6千个 别人有9千个 比你孩子多得多 所以他当然 他能考到高分 因为很简单 我打讲过英语的东西 就是认识和不认识 你们不用想那么复杂 就是认识 你就能把那篇文章翻译成一个中文 翻译成一个白话文 就很白话 一下就看懂那个完形阅读 你问什么 你都能答得出来 除了一些固有的思维体 所以各位 这是最简单一个思维 就是认识和不认识 你们千万不要去相信什么 那些老师跟你讲 语法 要理解 要什么 这个单词 在这个句子里面的意思 这些其实都不重要 都是狗屁 最主要一点就是 一词多译里面 你多认识几个词 这一个词几个意思 你都知道了之后 随便考 就随便考 你自己其实能结合语境 这孩子都不笨的 对吧 都按照这个逻辑去 所以各位啊 记住 我打讲五就那六个字 认识和不认识 你的孩子考的好 考的差就考这个 认识和不认识 好吧 所以各位啊 再来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亚斯托夫 亚斯托夫是属于很多 可能发达地区啊 上海啊 包括说在高中的时候 想走国际学校 就要去学那些亚斯托夫的 有 但是属于那种英语 很登风造极的 以后想出国的 那种会学 对吧 当然也是 不好意思 各位翻到后面 我给你翻回来啊 所以亚斯托夫是属于我们一个 你的孩子可能到了大学 想要出国 他会去接触到一个词汇 这个东西 我就不建议大家高中去做 就直接到大学 再去准备你的亚斯托夫 就可以了 除非家里有钱 给孩子报了什么 这种升学 那样升学的 你就可以去体验做准备 各位第三个就是口语 口语的准备 一个点在哪里 可能大家做个准备啊 以后你还真说不准 全国是不是都会改革 像中考一定会考口语 口语一定会占分 高考也是口语一定会占分 所以你们口语一定会很重要 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哑巴英语 包括说我也是 因为我们以前没有考过口语 所以我们 到大学的时候才会考口语的 真的很难 就真的你说不出来 你会考 你会写 但你说不出来 你跟别人交流不了 所以这个要提前做准备 万一你以后就会改革 现在很多发达地区已经改革了 真的 就是上海呀 就是很多已经加入了 那个 那个 这个口语的机考都会有 所以你们要提前做做准备 各位还有一点很重要 口语的准备点 就是它是未来的改革方向 我们口语一般是模仿 就第一个电影里面的 传统的 比如说我们推荐 大家很多孩子去看一个英国 那个外国的电影 不是英国电影 外国电影 老友记 大家都知道老友记 对吧 就是那个 有点像爱情供应那种搞笑片 那里面的发音其实标准 那里面日常沟通也够 他们的发音其实很好的 对吧 这个是模仿电影里面的 包括说一些美剧 都会有新概念的听力 新概念的一些动画片 互语本 所有的东西 后面互语本 所有的东西 其实都是你孩子 只要听别人说 他都能够去模仿 别人说他也跟着说 别人说他也跟着说 其实比上课老师 你的普通老师的发音 当然会更标准 所以各位 这个也可以去当做一个学习 所以这个 这个可能是听力 就是口语是小学里面 其实最主要 你们要去攻课的一个环节 对吧 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你孩子想变得 顶尖的一个水平 口语一定要搞定 这个是一定要搞定的 这个包括说 以后很多孩子想出国留学 因为我讲过 现在大家知道 那个考研压力大 今年470万人 只有70万人考上了 400万人都没考上 各位你算一下这个概率 全国竞争了 而且那70万人里面 你也知道 很多人都是98521的 本来98521考本校 它就简单 就是很多是属于 你从本科二本 你想考一个一本 想考一个98521 你失败了 所以失败的都是下面的人 你会发现没有 所以越来越卷 所以越来越 但98521一个省份 它就3% 你不要认为有多少个 就3% 所以各位 最主要一点 就是我想跟大家讲 很多孩子可能以后都要面临 就是要去出国 就是花几十万 去解决孩子研究生文凭那个问题 所以你们要提前 为你的口语做准备 因为你到亚斯托夫考试 都也会考口语 所以从小去准备 不会有任何问题 你口语说的好 你当然你孩子英语自然就好 有点像那种母语的感觉 你跟你中文 你说的多你语文 对吧 你语文天然都有那多少分 跟英语就是你完全没有这个环境 所以口语很重要 第四个就是作文 作文各位第一个字体 字体最重要 横水体 一定要去横水体 网上有横水体教学 你直接去练 横水体写的又圆又好看 就是机器乐卷 机器乐圆一点 就是在于横水体是最舒服的 老师给分会更高一点 所以英语的整个来讲 你只要字写的好 真的 英语25分的 比如说那些作文 你拿个15分 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是拿到一个平均线 平均线 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绝对不拖你后腿 所以横水体 第二个才是模仿 想把作文写的好 一定是模仿 各位你孩子不是写的出来的 绝对是模仿 比如说我们大家讲过那个方法 第一个买套卷 就直接买那种套卷 就是买那种 比如说英语 你每次孩子比如说考试 不管什么年龄段 他有考试对不对 考试后面是不是有张卷子 那个卷子后面 最后一个题是作文 作文是不是他给到个范文 范文是不是就有 他那个相当于是初题人 他给到的一个 我觉得对于这个话题的 一个标准性的参考答案 他就可以去背 他去背那个范文 背了那个范文之后 背熟了之后去写在那个本子上 然后根据那个去防写 就是防写主要是防写结构 开头结尾我怎么去表达 好词好句我怎么去表达 怎么去描写一个故事 怎么去给别人写一封信 怎么去写关于节日类的东西 怎么去写关于健康类的东西 所有的大环境的压题都会有 所以各位这是防写 然后是三天防写一篇 一定是三天 或者孩子如果年龄小 一周防写一篇 大概能够防写个五到十篇 就可以停止 然后各位你认为真正的学霸 每次考试那种 那种话题性文章 是真正的自己临场想出来的吗 临场又要想 临场又要把字写好 你们觉得可能吗 不可能 而且还要把中文转换成英文 不可能 是很多人其实是提前准备好了 提前自己已经写过 十个文章 提前准备好 他背的很熟了 他在考试的时候直接默写 默写 才能够真正让自己写的好 所以考试中现场写的部分 其实占比很少 各位这就很重要一点 第四个才是背诵 就把自己写的拿来背反复背 你背熟了 OK 那你就当然会写 对不对 你背熟了 你直接默写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各位背诵 背诵就是最后一步 所以你只用让你的孩子 以后写的五到十篇 每个话题 我说的是 每个话题五到十篇 就是比如说健康类的 节日类的 等等分好类的 反正你们都是去搞定 包括环境保护类的 你们都学习这样去 每个框架下面去多写几个 背下来就可以 背下来就考试 默写就可以了 所以平时能做的事情 就不要得到考试 你考试你孩子 那么高压的情况下 让他写一个话题 所以他可能写不出来 那考试当然 对吧 分数就不稳定 所以第五个 各位才是听力摩尔多 听力其实一点 也是未来的雅思托弗 一定会考听力 听力也是比较难的一部分 实话实讲 各位听力训练方法 我跟大家讲过 第一个常统方法 一定是买一个听力书 一定是买一个专门的听力书 比如说我们很多家 买过那个一本 一本 就是名字叫一本 就一本书 一本 前面两个字 一本 买回来之后 都是一般买自己 比自己孩子年级 高一个年级的 高一个年级 大家懂我意思吗 就是你孩子 比如说四年级 买五年级的 比如孩子初一 就买初二的 高一个年级的 然后摩尔多 那个点是在于什么 不要按照常规的考试逻辑 去做 很多家人考试逻辑 是怎么样 第一个考试逻辑就是 我们先直接 不管任何东西 拿开这个听力书 直接开始放 放了听力 然后我还直接开始答题 其实没有用 各位真正的训练是什么 我跟大家讲过 第一个一定是先看文章 先去看那个听力原文 先去看 那个答案上面有看 看了之后 读 读书 就是你把你想要成 那个读英语的那个人 你把读 读得很熟练 读得很熟练之后 然后你再什么 你再不会做单词去查 把那个单词全部查出来 查了之后 查了之后 查清楚之后 知道了这篇文章 讲了什么意思 我也读得很熟了 我自己感觉都可以 当那个听力的考官了 然后我再去听 从0.5倍速 我听到1倍速 我再听到1.5倍速 我甚至可以听到2倍速 我听得很快的时候 我都能听得很清楚 你的孩子那个听力水平 就这么出来的 所以各位就是这么出来的 所以一定是先见 先认识 先读熟了 你再去听 你不要一来就听 那种是无效联系 所以各位 摩耳朵那个点 就是在于这里 所以听力这个方法 也跟大家讲的很清楚了 各位下来 小学词汇量 我建议大家 基本完成初中的必考词汇 因为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新概念 新概念真的要去学 补课我什么都推荐 新概念一定要去学 新概念的前两侧 各位 全国最难的地方 英语考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在上海 上海 新概念都是在学第二侧 第二侧一定在学 所以上海 我给大家推荐一点 上海为什么 就是他们在高考 他们的难度相当于 比我们全国各个省份 都高一个档次的难度 他们高考的水平 相当于是大学的六级 还往上 可能到了专业四级 就是学英语的 英专生的专业四级水平 很难 所以上海 我以前有个室友 他也是 他的英语成绩就来 他不停课 他随便学 学得很好 他们考试做题很厉害 因为他们从小就固有那个环境 他们老师在高中 上课 他们有的就一定会讲完 新概念第二侧 一定把新概念第二侧 讲得很明白 你所需要的语法 你所需要的所有东西 那个英语 新概念相当于就是国外的 国外别人的教材 你拿过来学 你随便国内的降位打击 所以前两侧一定要搞好 前两侧一定要搞好 当然有条件 前四侧 但是各位 不要去上大课 不要去上网课 没有用 不要上网课 不要上大课 就我不说绝对不要 是最好不要 如果有条件 只要咱们有条件的 如果你在市区里面 在有能够接触到 这些新概念老师情况下 最好小班教学 可能五六个人一个班 很好 或者说最好是一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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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 可能在北京啊 上海都是1000块钱一个小时 在成都这种市区 可能都是600 400一个小时 稍微比较贵 一个月可能就要负担 你孩子可能5000块钱 得整个的学费 可能稍微稍微有点贵 这个是实话 各位啊 所以各位 这是新概念的东西 第二个是叠变 就是我讲初中1500 我主业书装有啊 大家直接去买就好了啊 背单词的思路 这尤其各位一个点 你们会觉得是定时重要 还是定量重要 各位 定时还是定量重要 一定时 就是一定是定时 你孩子现在是在养成 我们背单词的习惯 你孩子你说到了初中 你才说我每天背几十个 我很着急 我要考试 我压力大得很 我考不上高中 我对吧 我考不上高中 我没有输读 你到小学 哪有这个担心 你小学就是养成这个习惯 让你孩子慢慢接受英语 所以定时 定时那个点是在于 我建议是 大概每天能够定个半个小时 去读 就读就可以了 就是把那个词书拿出来读 我比如说 我今天框定一个50个单词 你就反复读 你读 读旁边手在写 你不要光读啊 读旁边一个草稿纸 手一直在写 写那个单词啊 什么elephant elephant 然后手旁边在写 对吧 这个会加深你的印象 包括说我们推荐谍编上面 它是有那个图片的 也会加深您各位的印象 所以定时很重要 你先定时再定量 你不要一来就定量 定量会让你还觉得很烦 很多人到了后期才定量 就是你孩子 真的是每天 比如说到了8点钟 我每天反正不背个半个小 但是我睡不着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了 那个时候可以开始定量 咱们可以开始考察一些任务 我每天先背10个 我一天今天背20个 我一天背30个 慢慢慢慢让你的孩子 接受这个量的区别 你孩子背单词能力越强 以后当然 他比如说初中 有那种考试听写 对吧 上课听写 我早自习 我今天反正就给你20分钟 你把这个单词背 然后到时候我就听写 你提写不过关了 就罚站 你的孩子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你的孩子呢 对吧 30分钟他能背50个单词 你看玩笑 他背你学校里面那些简单单词 很简单 因为初中1500里面就包含了 课内单词 你孩子其实就已经学会了 所以各位啊 先定时再定量 先兴趣再任务 你不要一来就上任务 各位不要着急 不管你孩子英语成绩多差 都不要着急 一定是先养成习惯 让孩子先对英语 有一个接纳过程 第三个就是完行阅读 完行阅读一点是在于 专门去练 专门去练 完行阅读一个点 最重要的 定时定量是一方面 最重要的是 做题技巧的培养 你的孩子刚开始接触 完行阅读 要给他打好一个基础 告诉他 做题的顺序是怎么样的 做题的技巧是怎么样的 我先跟大家说明白 第一个 如果是阅读 永远第一个是什么 永远第一个是 先给你的孩子 先看题 再看文章 比如说下面有五个题 先看第一个题 把第一个题读懂 把那个问题带着 然后去文章里面去找 就文章里面从来不需要 把文章从头到尾读一遍 读两遍读到懂 不需要 各位 做阅读 不需要把文章读懂 你只需要知道文章 大概讲什么意思 然后直接带着你 第一个题的问题 直接去文章里面找 对应找到那一段 可能很快 扫一眼你就找到那一段 然后找到那一段之后 就根据上下文 可能就前后两三句 两三句去理解 理解了之后 直接选出答案 直接就走 所以各位 不要让你孩子做半天 你不要一来就看文章 各位看文章必死 就这一点 一定是先看题 带着题的问题找文章 只有在最后一个题 可能问 这个题目文章的主旨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文章 取个标题 你取什么标题好 你才需要真正的去 可能通读一下全文 才能真正去把这个 title结尾看一看 所以各位 这是省时间 你的孩子考试 时间最重要 你不要说 你真的有一篇文章 让你读到懂为止 你一个人读两个小时 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所以第二个 完形 完形天后是很多 孩子做的差 完形天后告诉各位 99%的孩子 做题方法都是错的 永远做完形是什么 永远做完形是先 各位啊 做完形 永远是先 看这个文章 就一定不是先看题 很多孩子都是 文章就是从 就他因为他是 那个很多填空嘛 他每个 每个自然段都有空 可能第一句 读个两段 读个两排三排 他就出现第一个空 第一个题就出现了 很多孩子就直接看题了 不要 先把那个文章读 先把那个空不管 读个两遍 读个三遍 读懂了 知道文章的主旨了 其实完形考的全是主旨 就是你知道主旨 你答题方向不会偏 很多孩子 为什么20个错15个 因为你的孩子永远是什么 我认为这个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不要你认为 初题人就是在这个地方 跟你设陷阱 你认为的故事 你往下发展 你选的全是错的 所以你为什么一错 错一堆 一错会发现 各位是连锁反应 完形一定是连锁反应 你不懂这个故事 你不懂文章 这个作者表达的意思 你就会连着错 所以一错 绝对不是错一两个 一错绝对是错七八个 所以各位 想让孩子做到接近全对 那就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先懂文章主旨 先看文章 看完两遍 读懂这个主旨 再去做题 再去填空 是来得及的 我这个简单给大家讲一下 定时定量 我就简单讲一下 定时就是 比如说45分钟之内 平时训练 45分钟之内 我去做一个完形 加四个阅读 因为你中考高考 都是这样的 一个完形 加四个阅读的 ABCD四个阅读的形式 所以你们平时练 也要这么练 你直接买个 这种英语的整体训练 去练就可以了 第二个就定量 定量的点 就是一个完形 加四个阅读 就是量定了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逻辑 各位 这个就是我们英语 要给大家去带来内容 所以你把这几个事情做好 你的孩子到了高 到了初中高中 英语习惯都会很好 所以我不会去跟你们讲 你到了什么年龄 你要摸耳朵 你要去看什么 都不重要 各位我知道你们玩不成 我就跟你们说 推荐的绘本 你们也玩不成 大家其实 各位家人心里其实清楚 这个不用我说 你们其实玩不成 但其实你们是 可能有一种获得感 会让你觉得 有一种这种思路 如果我的孩子这样做就好了 但是我觉得会增加你们的压力 我如果跟你们说什么绘本 对吧 你去让孩子看 万一你孩子不看 孩子很多都不看 我都不看 你还没说你孩子了 所以你只用把我讲的这几个点做好 咱们从硬式 很多家人讲的是 你们真的想把你孩子培养成一个英语家 没必要吧 咱们只是想成为一个英语考的好的人 考的好的人 干嘛要去在乎那么多呢 咱们就把硬式的东西搞好 硬式的东西我都讲得很明白 所以各位这一课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那咱们下一课就再见 好吧